前文在族的書接項一回 話說秦勤他們六個人遇到宇民城都 唯有走回頭 誰知就走進一條挖頭巷 宇民城都追到巷口截著 李炮用石頭打出去 打中宇民城都匹馬的碼頭 整匹馬打橫退三步 這樣就益了宇民城都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有人用鐵棍打宇民城都的頭殼 匹馬向旁邊走 這棍就打空了 這個洗棍的人是誰? 不用說 各位都會猜到 就是那個賣工的洪闊海 先頭他那把家料硬工 就被宇民城都拉斷了 他很不服氣 就趕快回到客店 結了帳 拿起一條棍想去找宇民城都打過 店小椅王三看他這樣的樣子 就問他什麼事? 洪闊海於是用自己的來歷 和先頭的事情 說給王三聽 王三就說 好漢爺 隨便說 就算了 這些戲不要鬥 不能鬥 握手 連命都沒有了 洪闊海說 我說了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不用勸我了 為什麼事我要跟你說這麼多話呢? 就因我這匹馬 是寶馬良驅叫做黑殺獸 勞煩你和我照料著他 我如果死在宇民城都手下 那匹馬就是你的 他怎麼都值得幾百兩銀 如果你賣 錢少了就不要制了 如果我沒有死 我回來拿一匹馬的時候 我必然會重重答謝你 黃三看見你勸極他都勸不聽 就答應他了 那洪闊海飽吃了一頓 托起鐵軍再次入城 四圍地去找宇民城都 忽然間一陣人聲嘈雜 聽見有人在喊 宇民將軍捉拿響馬 洪闊海當場疾了疾 疾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就是響馬 他以為捉自己 他問一問人 原來先知道 有幾名響馬大鬧丞相府 打死了丞相的第三子 宇民城 喂 他想對了 你自有亂博就最好 他找來找去 突然間 就見到宇民城都在大路邊 對著巷口 巷裡面有個大隻佬 還在念咒 說要施展法寶 好啊 洪闊海想 哼哼 宇民城都 你和你一定沒命 他啪聲跳過去 舉起鐵棍 在後面 對著宇民城都 頭額就打過去 哈哈 誰知又這麼適合 就這麼巧 這個時候 李炮一石頭 就打中碼頭 馬一退歪 宇民城都 這樣就撿回一條命 趁著這個時候 秦勤他們六個人 就衝出巷口 拼命地向著東面飛奔 齊彪說 喂 賣工佬 我們一起敲 宇民城都一看 哇 原來仙頭過了棍 是賣工那個人打的 幸好打空了 想起來 哎呀 彪了一身冷汗 正在這個時候 後面的官兵 舉著火把 趕到來了 宇民城都就說 重兵聽 跟著我追 嘩嘩 竹響嘛 不要讓他們走掉了 秦勤他們 加上洪闊海 總共七個人 一起蹬蹬聲 向著東面跑 走呀走呀 又捐進去一條巷 這條巷都挺長的 他們上下走到那邊巷口 誰知又遇到一支人馬 為首那個將軍 在火把照耀之下 見到巷裡有人就叫 來呀 折住他們 那幫兵兵也吶哭 嘩 觸響嘛 折住他們呀 秦勤他們一看 弊家火 馬上又走回頭 走到巷中間 秦勤就說 不要走了 那邊宇民城都已經追到來了 齊彪就說 糟了 那兩頭折實 我們怎麼辦 秦勤說 跳牆 沒錯 大家說好 齊彪說 哎呀 牆那麼高 我們跳不上去 黃白當說 不要緊 有我 有二哥 柴少和謝應燈 我們四個人先跳上去 在上面用腰帶摺你們上去 那三個大老人說 哎呀 好啊好啊 是這樣才行 這個時候 就聽見這邊的兵兵叫 喂 那邊的隊伍呀 你們是誰的部下 那邊的兵兵又叫回頭 我們是右堂張宣將軍的部下 你們是跟哪位將軍呀 這邊又叫 我們是跟宇民大將軍的 宇民城都就下命令了 中兵兵 你們大聲喊 那邊放箭 我們在這邊截著他們 那幫兵兵就大聲喊 那邊的聽出來 宇民將軍叫你們開工放箭 那兩邊巷口燈球火把 照得好像日頭那麼光猛 這個時候 只見秦勤 柴少 黃白當 謝應燈 將我身一蹲 一跳 噗聲 來個漢地拔衝 出聲飆上去 用手 抬著牆頭 再出力向上 一束 四個人都站在牆上面 秦勤王 白當 謝應燈三個人 立刻脫了自己的腰帶 對著下面說 喂 你們三個快點綁住條腰 我們拉你上來 柴少說 賣工那位朋友 將你的鐵棍遞給我 洪闊海說 好 麻煩 這個時候 兩邊的兵丁就叫 向馬跳牆 喂 那三個大老人不懂跳 用條帶拉他上去 宇文成都看 激到 真是爆 大聲叫 中兵丁 全案命令 立刻把這座屋包圍 十時間 兩邊的兵丁 哇 拼命走很快去 就將這座府帝 騰騰騰騰 為了水洩不通 宇文成都來到這座府帝門口 正想叫門進去搜查 抬頭看 哎呀 哇 不由得的心 乒乓一跳 皺濕眼尾 原來這座府帝 那是昌平王優帥的 這個昌平王府的規矩 和別的王府不同 你好像今天正月十五 你說哪一家有才有勢的大府人家 不走下燈士 不去玩下的呢 哈 唯獨是昌平王府就不是了 這一晚刻 任何人等不准出門 昌平王本人就在大廳的遊郎那裡喝酒 院子裡頭燈光明亮 兩邊的刀槍架擺著各種兵器 王府裡面 上上下下個個個都會武藝 有打拳的 有玩槍刀的 有打對打的 但是管家婆呢 可能和近身馬姐玩一套單刀對槍 小丫鬟和隨時來一趟兇手奪短劍 總之王府裡面就拾了個練武館 每逢過節的時候 昌平王都是一邊喝酒一邊看大家練功夫 他最喜歡的消遣就是這樣了 誰玩得好 當堂有打賞 今晚 大家正在這裡玩著 只聽見外面人聲淡喊不知出了什麼事 昌平王叫家印出來看看 過了一陣 家印回來報告說 稟布王爺是羽民將軍捉拿響馬 聽說這幫響馬 在西牆挑進我們花園裡 昌平王吃了驚 蛤?為了這樣的事嗎? 拿我雙邊來 你們帶兵器跟我去後花園看看 這麼快大家各執快刀 打著燈籠來到後花園 一看 西牆腳那順確有腳印和跌下來的灰屎 知道響馬是從這裡跳進來的 就順著腳印一直穩 現在我們再說有七名好漢 他們跳進去後花園 繞過了一陣子賈山 就來到一片竹林前面 齊彪細細問洪闊海說 朋友 今天我們走在一起算了 有緣份 我看你好像我們合字 洪闊海就說 是定了 我們並堅持 各位 合字就是綠林人馬的意思 並堅持呢 即是大家聯手 這些都是綠林的黑話 齊彪就問了 我們一家人 你是誰山頭的 我是金頂太行山的 啊 那 那你不是洪闊海 是啊 你怎麼知道的 哈哈哈哈 死神頭 你說的你這塊工這麼厲害 連我們瓢把子善同信都被你嚇緊了 不敢上太行山找你 想不到今天在長安城的登市 哈哈 你這張工變成爛銅爛鐵了 紅闊海就說 那不是 你是哪個山頭的 我是大洋山的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齊彪齊國縣 是不是呢 大洋山還有個李炮的 李炮就說 我就是啊 紅闊海就問 那那幾位是誰山頭的 麻煩跟我引見一下吧 齊彪又說 那 這位 是我們南路的瓢把子 用三郎黃白當 這位是我們西路的瓢把子 神社長謝應登 紅闊海拱手行李說 哎呀 原來是黃謝兩位大哥 有理有理 接著又介紹秦琴柴少 被紅闊海相識 大家很高興 正在這時候 聽見花園門那邊 有人聲和腳步聲 秦琴說 有人來了 我們躲進竹林裡 七個人 哩哩喚喚喚 躲進竹林裡 現在說說 昌平王優帥 他帶著家長的順著腳印 一直躲到竹林前面 他估計那些人 一定躲在裡邊 就對著竹林說 響馬聽著 你們出來 你們躲在竹林裡 就了事了 不行的 正正地出來 你們說清楚 究竟是甚麼事 我昌平王最講公道的 如果你們有道理 我就保你們 秦琴聽 高興了 他說 各位 這趟沒事了 外面講說話的人 原來是我儀長 想昌平王優帥 大家當堂爽了 秦琴講完 用手分開竹 就走出來了 家長聽見竹響 王爺 響馬出來了 大家手撿鋼刀 綠大雙眼瞳 昌平王也抓住雙邊 擺好姿勢 以防不測 秦琴這個人很仔細 他快走到竹林邊的時候 他就停著腳步 他說 儀長 我是你儀生秦琴 昌平王我聽 甚麼 甚麼是你 鳳家長 王爺 你們誰都不要動手 這個不是外人 是我儀生 秦琴 你出來 秦琴這樣才走出來 對著優帥 為低叩頭行禮 秦琴大人 秦琴跟你叩頭 秦琴 你說我聽 你今天來做甚麼事 秦琴 上個月我們在客店見完那時候 你不是說過叫我來長安辦公事之後 一定要來你家 探望姨媽和你兩位老人家嗎 今晚 我特意和你兩位老人拜個晚年 秦琴 你這年輕人 學得這麼滑頭 你們秦家探親戚拜年 興半夜三更跳牆頭 秦琴就說 ㄟ 什麼 外面 羽民成都 帶兵逐拿響馬 你們今晚出來看燈了 在燈士就不能馬上開眼 一開眼見到她 都是不平之事 路見不平 就要多管閒事 你們多多少少 要撞了些板,惹了些是非,是不是呢? 秦敬就說了,儀長你真是英明,一說就中 我們確是多多少少惹了些是非 要求你老人家幫幫忙 那當然幫忙吧,惹了些是非 說出來,讓儀長幫你擔戴 這樣的,說吧,儀長,很難說的 秦敬,是你吞吞吐吐的樣子 是不是有人命在裡頭? 是呀,儀長,是有人命在裡頭的 真是頑皮,我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幾條人命,一條而已 一條就以話為而已 既然是今晚遇上我了 唉,你們秦家 就好比千驚地剩下你一坨廟 我怎麼都不能看著你跟別人填命的 這場官司,我怎麼都幫你打碰他 你說,打死誰啊? 我說給你聽,儀長 我將丞相大人的三公子 私在兩邊打死他 昌平王一聽,大氣一驚 他說,什麼…怎麼搞的? 為甚麼要把他私在兩邊呢? 於是秦敬就把羽民成衛 如何強搶梁家婦女這樣 大概說了一次 昌平王聽了,他就說了 殺得好,不要緊的 他說,你們總共幾個人在這裡 總共七個人 你叫他們出來,讓我見一下 秦敬剛剛想說 叫大家出來拜見昌平王 忽然聽到王府外面人聲納喊 為父了,不要讓他們向馬走 昌平王就說 秦敬,不要叫他們出來 聽不聽到?外面為父了 必定要入府來搜捕你們 你還是回到竹林裡躲一下 秦敬答了一聲,又躲到竹林裡 秦敬就吩咐家人,如此者般 幸好人多就好做作 眨眼而已 就把牆上跌下來的灰屎 和地上的腳印全部用掃把掃過 一字掃一字向後退 一直掃到花園門這邊 一點痕跡都沒有 然後刪回到花園門 昌平王仍然回到遊郎那裡坐落 叫手下的中軍旗牌 兩旁站立的趙養練武 他將自己和秦敬的關係 和大家說明了 他說 總之呢 我就不能讓他們抓秦敬去 如果他們入府搜查 我有辦法對付 然後祝福老家人優義去門口 如果宇文成都親自叫門 就要如此如此對待他 現在回頭說說宇文成都 他來到昌平王府門前 他想 唉呀 這麼多地方好跳 這幾個響馬 怎麼偏偏跳進這樹裡頭呢 手下的人問他說 將軍 你揍著眉頭幹什麼 唉 你們都不知道 這位老王爺脾氣特別 出了名是死牛一邊頸的 論官涵他比我高 論私膠他比我高 論歲數他比我高 論歲數他比我高 這個人很難說話的 將軍 如果是這樣 這件事我們是不是就這樣算數 怎麼能夠算數 宇文成都下馬 走上台街伸手要拍門 咦咦咦 他縮了一隻手 正正的頭盔 拉齊整些袍甲 然後又想拍門 嘿嘿 還沒得 一左一右 仔細看看身 看看腰 哎呀 連王把寶劍脫下來 人類 我拿著 將軍 你入府搜捕賊人 脫了寶劍 拿什麼來護身 哼 你們都不知道 我如果帶著劍進去王府 見到老王爺 他一定會說 宇文成都 你真大膽 身帶利劍夜入王府 你必定是有意行刺 人類 將他綁起來 唉 將我一綁 運在門房一蹲 明早早朝 還要將我押去金殿 見皇上 哼哼 那虎又不用守 賊也不用捉了 將軍 你說得對 宇文成都又看看全身 沒得挑剔了 才撿著門門 啪啪啪啪 拍了三下 聽到裡頭有人回答 喂喂喂喂喂 拍什麼拍什麼 先看清楚 看清楚是你們祖先家才好拍 不要拍錯 宇文成都 宇文成都一皺眼眉 拎著頭 用手指一指到門 意思就是叫手下的人 聽一聽這樣的說話 都不用說皇爺了 連他手下的家人 全部都是這麼不講理的 宇文成都忍著氣說 麻煩你開一開門 我們京營 折到市宇文成都 前來拜見皇爺 優異這樣才開了門 躲身晦氣地說 你拍門幹什麼 宇文成都拱一拱手 嚇嚇氣氣地說 畢界有禮 有禮 有禮 有話就快說 有屁快放 哈 一敢說也有的 真是 宇文成都就忍著 老闆跟我通告一聲 說宇文成都 要求見皇爺 好 在這裡等著 麻煩 又關上大門 優異進去見到昌平王 他就說 皇爺 宇文成都叫門 要求見你 好 帶他進來 優異又是出去開門 他說 宇文成都 皇爺叫你跟我進來 是 麻煩你前面帶路 跟著來了 宇文成都跟著優異走進去大廳 只見昌平王就在遊郎那裡坐在那裡 連王在台街下面跪下 備職宇文成都 拜見皇爺千歲 休異 他真是想捉 宇文成都 雞腳 如果他隨身帶著劍 就一定能先綁起他 明天早上 金殿慢慢再講數 搞得他搜查不成 怎麼看宇文成都居然 刺手進來 沒有帶兵器 我心想 哈哈 都算你聰明 於是他大聲地說 宇文成都 我來問你 半夜三更 帶兵為苦 你想怎樣 說吧 卑職不敢 有下情回稟 既然是這樣 平身看座 你上來坐下慢慢說 在皇爺千歲面前 沒有我的座位 嗯 對 你這樣說 一點都沒有錯 如果論品級 你說是沒有你的座位 因為我和你父親一段為神 看在你父親份上 似你的座位 坐吧 多謝 宇文成都走上台街 在椅樹坐落 邱瑞說 你有什麼下情回稟 就說吧 宇文成都把家裡發生的事 前前後後地說了一次 邱瑞就說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你的兄弟真是家世了 這些事你還好意思說出來 嗯 王爺你不要生氣 你聽我的話說完 雖然我三弟行為不端 但是 來的這班人 將我家裡的珠寶搶落一空 還在上府放了一把火 真正行俠仗義的人 不會這麼貪財 這班人分明是響馬 宇文成都逼著昌平王 一定要守府捉賊 究竟捉不捉到人呢 邱瑞又給不給他守府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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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